来来 看一看啊 纯手工打造 绝对人潮 马上再学玩的话 小哥 张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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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得把我手机顺走啊 我陪着你 自己留着玩吧 我不就害你丢了一部手机吗 至于追到我们公司里来吗 林总 林先下 我等下一部 你先上去啊 她是林毅 这个手稿 就是东城的创始人 唐婉仁女士的一座 下一季 特别纪念版 你为什么要把我辛辛苦苦做的设计 说成是唐女士的 我要负责这个项目 我要是不同意呢 大家好 我是设计部的顾欣妍 灵溪的灵感 来源于我对我亲人的怀念 不会吧 既然设计部的同仁 对营销方案这么感兴趣 那不如这个月的营销方案 你们自己搞定了 我们愿意接受这个挑战 赌注还可以再大一点 林总有想法 如果设计部赢了 以旺就要求自产自销 如果设计部输了 我要 以旺的经营权 交回董事会 现在重新宣布结果 获胜的一方是 设计部 叶欣妍 勇往直前 财务部 林哲 所以你真的下定决心 要趟这潭浑水吗 浑水里 有好人啊 比如说我的 干什么 哥 林哲 跟我赌气不好好考试 每当这个时候 我都想给你 踹回妈肚子里去 可是有的时候吧 我也挺感谢她 你让我在这世界上 有了牵挂 萧萧姐 你这个挂饰很别致啊 你应该很爱那个 送你这个项链的人吧 我希望你像豹子一样 进退自如 更好地为董臣做事 我正式申请 加入你的战队 谁要是再欺负你 我就第一时间劈开他去 如今东城内需之事 已经渐渐显露 我建议 在东城还有影响力的时候 将其出售 在出售东城这件事情上 你能不能站在我这一边 只有掐住了一彎的财政命脉 不愁他们不按我的思路走 过了河的竹子 也是可以当军事的 就等一等 我们的灵溪系列 在刚刚结束的 HRA国际珠宝设计大赛上 获得了优胜大奖 各位总事 你们还愿意以 极其低于市场的价格 出售东城吗 冬城的首席设计师和设计部总监 你会选哪一个 我不认为有哪个人比我更能胜养 什么人才算是朋友 一定是能够共富贵 也能够共患难的人 是敌人的敌人 他以为我要扶植阿瑞娜 打压古行严 所以他要扶贵古行严上队 殊不知郑仲李下怀 董事长为了古行严 还真是不遗余力 收上力气吧 三 二 一 时间大 好 你是不是很崇拜唐婉荣呢 钻石就跟做人一样 只有经历了时间的洗礼 和岁月的牟利 才能够放射出多目的光彩 妈 起先我以为 是灵异为了拿到你的股权 陷害了你 可是现在我发现 他做的每件事 似乎都是在维护冬城 维护你 难道 李卓然就是那个 挖空冬城的人吗 到底谁是敌 是友 Begonia 海棠花 麦点事 切割工艺 据我所知 全国只有一个工匠我能够完成 而这个叫宋城的工匠 好像 不愿意跟冬城合作 不管你们花再多钱 我都不愿意再跟冬城公司合作 我想跟你学 唐婉荣的琉璃钻核心技术 见过他操作的人 有超过三个 还有一个女士是谁 唐婉荣的独手女儿 白希宁 这琉璃钻 真的是您的手艺吗 当年在唐老师的床前 您真的逼他把股权 让给你了吗 他还不明白 光靠才华和冲劲是不够的 他是不是那种人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是不是我的人 再给我三天的时间 如果我找不到可以用的人时 我欢迎公司问我的责任 你的这个方案风险这么大 你就没有想过 是有人故意挖坑给你的吗 对你来说我就是一颗棋子 一颗随时都能被你抛掉的棋子 你说你智商超高 可你为什么没有看出 顾兴颜到底喜欢谁呢 单纯和头脑简单是画等号的 而在职场里头脑简单 简直就是一张并未通知书 谁最盼着遗忘乱起来 谁又最想趁乱得到遗忘 在东城 谁是你的朋友谁是你的敌人 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我曾经以为 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因为你可以为东城牺牲自己 去承担委屈 或许我们的目标不一致 又或许 我们是选择不同的路 去完成同一个目标 时间给煤炭的定义是钻石 大海给贝壳的魔力是珍珠 要做到动情 才能够有真正好的作品